当然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在听完了洪宗总教练的说法之后 欢迎您继续回到体坛观测站 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 今天在大联盟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当然是Michael Lorenzen 124球的无安打比赛 这当然也是Michael Lorenzen 生涯用球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之一 那么在今天这场124球的 玩风对手而且国民队打者 打出任何安打的比赛当中 少不了的是精彩的守备画面 更值得一提的是 Michael Lorenzen为什么会来到费城队呢 因为费城队用旅美小将李浩宇 跟老虎队完成了交易 那么这是他第一次在费城队的主场 Citizen Ben Park出赛 比赛一开始呢 其实就有非常精彩的守备画面 在Joy Manessis被保送上蕾之后 左外野手Weston Wilson 他在左外野的界外区揭杀了 今天我觉得是整场比赛当中 脸应该是最苦瓜的 就是Dominic Smith Smith被揭杀出局之后 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这时候当然没有人知道 这场比赛会是一场地造纪录的比赛 而在第五角的上半 Alex Cole又打出了 在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 这次呢是招到了中外野手 Johan Rojas揭杀出局 今天呢Lorenzen的家人 其实也在现场 而且呢他们的心跳 随着每一个出局数的诞生 就看着Lorenzen的妈妈 哇 激动得不得了 全场的观众呢感觉上 好像也感染到了 Lorenzen他们一家人 这样子激动的一个情绪 比赛进入到的第六局的上半 这时候又是在保送了 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Johan Meneses之后 来面对Dominic Smith 这次Smith打得更平 打在右外野方向 这次的平背球 找到了右外野手 Nick Castellanos Castellanos在接这个球的时候 我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 受到球场灯光的影响 这个球最后接得好像有点惊险 不过还是稳稳地 进入到了Castellanos的手套 那么Castellanos接到这个球之后 全场的观众 当然是给予Castellanos 非常热情的掌声 因为这时候比赛 已经来到第六局的上半了 而且国民队打者 还是没有任何的安打记录 来到了第七局的上半 这时候轮到内野手来帮忙了 内野手是二类手Rudolf Castro 他把打者Vargas 他打出的一个 二类方向的反弹球 伸长的手臂把他给接到手套里面去 完成了四传三的刺杀 来到了第九局的上半 首帮上场的打者是Lane Thomas Lane Thomas打出了三类方向的滚地球 五传三的刺杀 事实上三类手喘得稍微有点点短 然后呢 轮到了Joy Manessis 今天不止一次的被投手Lorenzen 保送了他 这次呢 面对外角的深卡球 他居然没有挥棒 这个走后门的深卡球 可能是今天Lorenzen 整场比赛当我 觉得投得最棒的一球了 两人出局之后 下一棒打者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今天的苦瓜奖得主 Dominic Smith 他这次打向中外野方向的飞球 已经不像前面那么有破坏力了 而且当Dominic Smith打击出去的时候 他头马上就低下来了 敌人